建党的这个宗旨和发展的初心应该都是为了人民 当然这也离不开我们这个党和这个政府 和以及相关的这个各级领导队 我们企业的一些关心和支持 今年那七亿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生日了 采访啊 好吧 好吧 今年的七亿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生日了 都为老百姓嘛 四川族行 就是比如买菜呀 购物啊 出行啊 方便啊 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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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祝中国共产党百岁生日快乐 你好 你好 我是成都日报的记者 然后现在在做一个揭法 请问可以担任您几个问题吗 没问题 好 是这样的 我想首先请问一下 您知道今年的七月一号是什么日子吗 知道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对于我来说吧 除了就是说是生活环境的一个改变 然后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工作环境的一个改变 在我原来的印象中可能就是说是来这个产业园 然后工作就是一个写字楼 但是现在实际上发现并不是 然后周围有这个大型的商场 然后园区里边有非常多的这个连锁便利店 包括园区还有这个篮球场 然后我们就说是经常我们年轻人 就下班以后会一起约起来 然后去旁边的商场去一起聚餐或者什么的 你这儿先去介绍一块 你这儿更好想麻烦你一下 祝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愿祖国实现伟大复兴 我是地道的成都人 我在成都就是生活了有三十年时间 这边的政府给到了很多的这种配套 那包括说给到的一些人才的一些这个补助 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就是个人的个税的返还 以及人才的一些金雄猫等等的 包括一些创新创业的一些大赛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图囊也是支热了 这一块区域的快速发展 当然这也离不开我们这个党和这个政府 以及相关的这个各级领导队 我们企业的一些关心和支持 祝中国共产党辉煌百年 国泰民安 百年华旦 生日快乐 祝党和祖国越来越好 建党一百周年生日快乐 祝愿中国共产党下一个百年继续强大昌盛 领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祝渹鸟 一斤 二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